大家好我是雪瑶 每天不是在挑战 只是在被挑战的意识 那么最近有一个小朋友想跟各位挑战 一天只用左手吃东西 记住 这是左手 这个是吃饭玩手机的右手 我短练想这个 也太简单了 为了这些难度 我选择用一双铁筷子来吃饭 铁筷子你们应该都知道 它夹东西非常的滑溜溜的 除此之外 消防则还附加一个额外来挑战 必须用臭料的方式 选择出一日三日好吃的东西 这里面可都是他们给我们安排的东西 我啥都不知道 先来看看我早上吃啥 扭出来 诶 鱼蛋 哇 这 诶 诶 吼 我 搓都搓不了 我当初还想可以用搓的来 用臂 呃 呃 咱们今天就凭洗几句话 用筷子把它夹起来吃 而且又是用左手 这左手也太费劲了吧 根本使不上镇 呃 呃 气死我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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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看着牌 皮蛋被我夹起来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真好吃 早餐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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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咱们就只抽了一次 光吃个皮蛋 这个肚子 它太饿了 重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得抽两次 来吧 牛肉丸 呃 刚煮好的牛肉丸 这也太香了吧 现在挑战 左手夹牛肉丸 呃 夹起来我的天 哇塞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容易夹起牛丸吗 是因为我发现 我无法精准地夹住某样细小的东西 但是对于某些大的东西啊 它就 一 一 啊 给我点面子嘛 真的是 哎 一夹就能夹住了 哇 这个牛肉丸里面超多的汤汁 这一堆牛肉 像这样的牛肉丸也只有广东能买到了 好吃的牛丸吃完了 咱们就来吃下一个 来 来 看一看 黄豆 最不玩意儿 让我夹起来 别说 哦 哇 一夹 一夹就能夹起来 为了证明我没有作假啊 先给你们看一下 字都是从左到右的 没错吧 这就是左边 小姐放在这 这是左手 我自己都万万没想到 我左手夹黄豆 它居然这么轻松 再夹一个 随随便便就这么夹起来了 这个怎么爆它都不会掉 来来来来 这黄豆好好吃 再来一口 用左手夹东西 居然会这么轻松 既然送给我们黄豆吃 那就不客气咯 嘎红水 香啊 香啊 咱们晚上吃哪样东西 不过分吧 娘粉 再来凑一个 山楂片 真是巧了哈 白羊粉 配上山楂片 要是有点红糖水 那就更完美了 白羊粉 我要怎么 加起来 那你们别着急 先试试山楂片 诶 真紧的奶给夹起来了 诶 诶 哇 听说话 听说话 嘿嘿 山楂片 嗯 酸酸的 蛮好吃的 诶 我还能夹起来 嘿 嗯 冰凉粉 根本不像其他东西 它可以让你着硬的地方 它完全没有啊 一夹就 一碎了呀 这要怎么办 难道就吃这几个山楂片吗 很生饱啊 我一定要有办法把这脚手给你挑起来 啊不是 我先试一下用右手啊 如果右手都夹不起来 我左手肯定不行了 右手能夹起来自没几点 可是最后夹起来的 我不吃 这边呢 其实还是可以挑起来的 只不过分量有点少而已 好没事 咱们继续用左手来 这一位让我用左手吃东西的小粉丝啊 你厉害 你厉害 我宣布啊 这一期挑战 失败 失败 哪怕我都不吹了 惊败 直加 误事